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现在他已经沉睡了很久 但在历史上他可是个活跃分子 最后一次喷发是在1707年 至今已有300多年 想象一下 如果富士山能发微博 他一定会发一条 我在休息 别打扰我 等我醒来再说 这也让我们对他的神秘感到无比好奇 在富士山的周围 有许多美丽的湖泊和森林 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 这里的自然景观 富士山如同一幅幅画卷 四季更迭 各有千秋 春天樱花盛开 夏天绿意盎然 秋天红叶如火 冬天则是银庄素果 每个季节都在向我们展示 富士山不同的面貌 仿佛在说 你看 我不仅仅是一座山 我还是个变色龙 当然 富士山不仅仅是自然的奇迹 它在日本文化中 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许多艺术作品 文学作品 都以富士山为题材 甚至连日本的货币上 都有它的身影 可以说 富士山是日本文化的代言人 它的美丽和神秘 深深植根于 每一个日本人的心中 在这次探索富士山的旅程中 我们不仅能感受到 大自然的壮丽 还能领略到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深厚联系 富士山教会我们 尊重自然 珍惜生命 才能真正体会到 生活的美好 所以 下次当你 站在富士山脚下 仰望那微厄的山峰时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富士山会说话 他会告诉你什么呢 或许 他会微笑着说 来吧 攀登我 感受我的神秘与壮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章 灯顶之旅 攀登富士山 体验挑战与成就的快感 在我们开始讨论第二章 灯顶之旅 攀登富士山 体验挑战与成就的快感 之前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富士山有多高吗 如果你回答3776米 恭喜你 你已经成功通过了我的小测验 不过 攀登富士山 可不仅仅是数字游戏 它更像是一场 与自己内心的对话 首先 富士山不仅是日本的象征 更是无数登山者心中的梦之巅 每年 成千上万的勇士们 或者说是勇敢的灵魂 踏上这条充满挑战的登山之路 有人说攀登富士山 就像是参加一场耐力与意志的马拉松 而且没有人会给你发奖牌 只有一张你成功登顶的自拍照 在登山的过程中 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 比如 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这条路真是太简单了 但随着海拔的升高 氧气逐渐稀薄 你会开始怀疑人生 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 此时 你可能会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我可以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喝茶呀 不过 正是这种挑战 让登顶的成就感愈发珍贵 当你终于站在山顶 俯瞰四周的美景时 那种感觉就像是我终于战胜了自己 连我的懒惰都被我打败了 此时 所有的疲惫和不适都化为乌有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自豪感 当然 攀登富士山的旅程中 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比如 有一位登山者在攀登过程中 发现自己忘记带水了 他灵机一动 决定用富士山的云来解渴 结果 他在山顶上大喊 云啊 快来给我倒杯水 当然 云并没有回应 但他却因此成为了山顶上 最受欢迎的搞笑艺人 总之 攀登富士山 不仅是一次身体的挑战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在这条路上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有的像你一样在挑战自我 有的则是为了寻找内心的平静 无论如何 这段旅程都会成为你人生中 难以忘怀的回忆 所以 准备好你的登山鞋 带上你的勇气 去迎接这场登顶之旅吧 记住 山顶的风景 永远属于那些敢于攀登的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章 和风美食 品尝日本寿司 舌尖上的富士山之旅 在我们踏上这场舌尖上的富士山之旅之前 先来聊聊日本寿司的起源 寿司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公园前的东南亚 那时人们用发酵的米饭来保存鱼类 可以说 寿司的前身 是一种古老的冷藏技术 而如今的寿司 则是将这种技术 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美食 当我们提到寿司 脑海中浮现的 往往是那一片片色彩斑斓的生育片 搭配着醋饭 简直让人垂涎欲滴 想象一下 坐在富士山脚下 阳光洒在身上 手中捧着一块新鲜的三文鱼寿司 仿佛连山都在为这美味而微笑 在日本 寿司不仅仅是一道菜 更是一种文化 每一块寿司的制作 都蕴含着厨师的心血与记忆 比如 制作一块完美的沃寿司 厨师需要掌握米饭的温度 湿度 以及鱼的切割角度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在 进行一场米饭与鱼的舞蹈比赛 而且 寿司的种类繁多 从经典的沃寿司到创意的卷寿司 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故事 说到故事 我想分享一个 关于寿司的幽默小插曲 曾经有一位外国游客 在日本餐厅点了一份寿司 服务员问他 要不要酱油 他自信满满地回答 当然要 我可是个寿司专家 结果 他把整块寿司浸泡在酱油里 最后一口咬下去 瞬间被咸味淹没 面露痛苦之色 旁边的日本人忍不住笑了 轻声提醒他 寿司是用来品味的 不是用来泡澡的 所以 品尝寿司的艺术在于适量 既要感受到鱼的新鲜 也要欣赏米饭的醋香 就像欣赏富士山的美景 不能只盯着山顶 而是要享受整个过程 最后 想要在富士山下 享受一顿完美的寿司 记得带上你的好心情 和开放的味蕾 毕竟 寿司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让我们在这场美食之旅中 尽情享受每一口的美味与乐趣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踏上了一场 关于神秘火山富士山的旅程 探索了它的壮丽与神秘 体验了登顶的挑战与成就 最后品尝了舌尖上的美味 日本寿司 今天的内容 可以说是一个充满视觉 与味觉盛宴的旅程 我们从富士山的优雅轮廓 神秘火山活动 到登山过程中的挑战 和心灵的洗礼 再到独特的日本寿司文化 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思考 人与自然之间那份深厚的联系 在这次旅程中 富士山不仅仅是一座山 它更像是一个时尚的地标 见证着日本文化的演变 同时 攀登富士山的过程 就像是一场人生的马拉松 尽管充满挑战 但最终的成就感 却是无与伦比的 而美食部分的寿司 更是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感受到了日本人 对食物的热爱与用心 在这里 我想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提醒大家 无论是攀登富士山 还是品尝寿司 重要的都是享受这个过程 而不是急于追求结果 就像我们在旅途中的 每一次喘息 每一口美食 都是人生中 不可或缺的珍贵时刻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富士山 登山的挑战 或是寿司的美味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你们分享 你们的故事或问题 或者告诉我 如果富士山会说话 他会对你说些什么呢 期待你们的精彩回应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 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 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 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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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